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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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欢迎胡萨妙难愁 清静庄眼泪皆休 三世而饮天尘尝 百千万劫花烟浮 贫重甘露长世丧 手内阳流不及求 千处祈求千处弦 苦海长作的远舟 香港悬议宗述大型现场解答会 中华文化渊源流长佛法智慧普利人生 揭取中华文明之精华提炼佛学文化之真谛 卢君洪台长将佛法精髓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 指点现代人生通过白化佛法感化众生 开悟明理弘扬人间大乘佛法 救度世间有缘众生 在全世界拥有六百万信众的心灵导师 卢君洪台长以广度众生为己任二十余年慈悲付出 弘法足迹遍及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功助推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获得世界佛友的爱戴与尊敬 如今无数的有缘众生因心灵法门而接缘佛法 人心向善爱国爱家改变命运 学习大乘佛法弘扬中华文化 心灵法门灵验世纪举不胜举 受益人群不计其数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行普度 在2012年7月由英国伦敦主办世界宗教联合大会上 卢君洪台长获得世界和平奖这一殊荣 10月份卢君洪台长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 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在2012年9月卢君洪台长应邀前往哈佛大学做大型演讲 这些沉寂与殊不仅是世界宗教界 学术界西方主流社会 对卢君洪台长数十年如一日 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最高肯定 也是我们心灵法门学佛人的无上骄傲 今天我们有缘再次相聚在香港 共同沐浴着观世音菩萨的佛光 灵清卢台长的慈悲开示 这不仅是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 更与我们广大的佛友发心付出 密不可分 再一次感恩大家 现在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将为我们慈悲开示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感恩大慈大悲 感恩诸位佛菩萨莫佛沙 感恩隆天护法 让我们这些在人间的佛子欢聚一堂 感受观世音菩萨的慈爱 弘扬中华文化 学习传统的佛法 早日修成正果 回到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 感恩来自全世界 将近有二十个国家的佛友 和各位高僧大德们 各位弟子 各位我们尊敬的嘉宾 和为这次法会做出贡献和奉献的佛友们 感恩你们 这个香港国际展览中心是97年 香港回归的时候的庆典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里弘扬中华文化 传承佛学 我们有特殊的意义 心灵法门就是要让我们的人间家庭和睦 人民幸福 我们就是要为的所有的众生 要能够让社会安定 我们就是为了要国家繁荣昌盛 人民健康 谢谢 人在做天在看 心灵法门 心灵虽然看不见 但是心灵可以善良 可以纯洁 心灵可以慈悲 可以关爱 心灵的美 心灵的健康 指导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和学习 让我们用观世音菩萨的心灵的慈悲 去爱每一个人 过好每一天 我们每天想得通 不烦恼 不生病 能够化解冤结 解脱痛苦 消除业障 静向西方极乐世界 共攀四圣 这就是心灵法门 在来香港的飞机上 看了一则消息 这是一则台湾的消息 在台湾有一个云林县的一个乡民 他正在开车 突然之间有三个人在马路上 挡住了他的路 他按喇叭 按了几下喇叭 结果呢 这三个人呢 就堵住了他 不让他这可爱 他就 这个农民就走下车 去跟他论理 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三个人就把他一顺暴打 从接下来有一个人把他安在地板上 拿起枪 对着他 蹦一枪 三十一岁 想想看现在的社会 按几下喇叭 一个三十一岁的生命就没有了 人怎么不要慈悲 人怎么不要学点善良 人怎么不要懂得慈爱 所以学佛学法就是让众生更懂得在这个世界上多一点爱 国际癌症协会最新公布的每年有七百六十万人会死与癌症 每年有七百六十万 想一想 平均每天有两万人会死与癌症 而且新发的肿瘤病是三百十二万例 也就是说突然之间有一个不知道的地方长出癌症出来 想一想 我们每天就是在中国肿瘤登记中心 是有八千五百五十人会生癌症 每分钟有六个人生癌症查出 每分钟有五个人死与癌症 所以一生中生癌症的概率那是百分之二十二 想一想肝 皮 肠胃 这些死亡率是最高的 因为癌症的死亡不单给人造成的痛苦 因为它会让你大量的痛苦不堪 甚至为了医治这个病倾家荡产 所以我们要懂得为什么生癌症这么恐怖 那就是我们的心 因为现在的人身心要健康 单单身体不健康 那还能医治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心灵不健康 因为我们整天的忧愁烦恼 我们的恐惧 所有的这些造成我们心灵的创伤 所以现在医治病不单要医治身体 更要医治心灵 心为主 身体为父 所以心灵健康了 你的身体一定会健康 病有心生啊 一个人每天的烦恼 忧愁 伤心 恐惧 影响着你的身体健康 学博念经 就是让众生离开恐惧 要想得通 看得明 要开悟 要放下 要不执着 不牵挂 我们要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我们要心无恐怖 无恐怖故 人应该学会放下 应该学会满足 这是智者的心态 一味的去追求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不但会迷失自我 而且你还会做错 连累很多的无辜啊 所以最好的选择 就是要放弃沉重的欲望 比方说房子啦 孩子啦 还有其他的婚姻啦 有的人就是在痛苦当中 也不会放弃这些欲望 我们要放下过度的需求 我们不能有很多的需求 比方说我们喜欢喝酒 我们喜欢抽烟 我们喜欢游玩摩托比赛等等 这些都会让人失去生命 失去理智 所以喝酒抽烟都会损害身体 所以放下过度的需求 台长这里只是过度的需求 舍弃不必要的执着 人不能活在执着当中 想一想天天打官司的人 就是因为我不满意 我不认同 我不承认 所以很多人就打到倾家荡产 所以学佛就要学会放下 那么放得下的人 这就是开悟 想得明白的人 那就是解脱 台长天天在广播里给大家看图腾 看图腾的目的 并不是说要你也是这么做 我在广播里天天回答问题 就是为了让大家相信 相信了之后 你进入了佛门 那么靠修心还是靠你自己 但是人的相信是有限度的 有些人就不会相信这些事情 那么台长有一天在广播里 听说这个小孩子走路是内八字 歪的走的 斜的走的 医生说要动手术矫正 听众就问台长该怎么办 台长看了他图腾之后就给他指出 因为他的身上有很多的螃蟹 有一次他肯定吃了一个螃蟹精 所以这位听众原本是吃素的 怀孕之后呢 医生说这个孩子呢发育不良 所以这个人呢就喜欢吃三劲肉 他以为三劲肉 结果呢在外面店里吃了螃蟹 他后来知道了 这个三劲肉原始也是活杀的 所以18天之后 这位听众又打进了电话 因为台长叫他念了20张小房子 这个孩子居然走路明显的好转 我给大家播一下当时这段录音 谢谢 卢太长啊 你好 你好 请您看一下那个08年 鼠老鼠的图腾是女孩 我想问一下 这位小朋友他那个走路那个脚 有点内巴刺蛮厉害的 我不知道是因为小时候 我以他鞋子没穿好还是怎么 看医生的话会好吗 有的说要矫正有的要开刀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少给他小时候吃点螃蟹就好 哦对我本来是吃素的 怀孕以后医生说那个小孩影响 那个发育不好 我到店里吃过两次螃蟹 我不知道这是活杀的 那个肉血 后来生下来很很大的他 我才知道那是活杀的 我已经跟你讲了 这个两个大螃蟹是螃蟹精啊 哎呦那怎么办呀 我告诉你啊 就在你孩子身上 哦 所以他那巴子就像 就像螃蟹爬的前面两个爪子一样 是是是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走路这么走的看得懂吗 所以你们不能乱吃东西的 还要吃肉蟹 我告诉你啊 你自己早没倒啊 我本来是吃素的 我那时候死去 你要知道啊 本来吃素的话 再反过来吃荤的话 罪业更大 哦 你一年都不开智慧 你这个做了一个大错误 所以这个小螃蟹精 会跑到你孩子身上 我可以告诉你 我警告你 你吃了素了 你再吃回来 你这是大错特错 台长我是在帮他做功课 然后我妈妈在帮他念小房子 我大概念了二十几张 念到二十几张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脚真的是好一点了 嗯 谢谢台长 再见啊 谢谢 所以我们做人要达到智慧的圆满 我们心容太虚 我们要永远学习大海 心这么的宽大 永远在最低处 我们的心态决定的我们的命运 所以心态好的人他一路顺风 心态不好的人他到处碰壁 大家要知道开悟人生啊 要悟出人间的虚空无常 什么事情可以长久的 今天你的拥有就代表你将要失去 所以学佛人不应该拥有 所以我们才不会长寿失去的苦痛 大家知道人要开悟 要悟空 所以斗战生佛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就是这个意思孙悟空 要你们悟出空性的道理 我们要以平等心 过上没有欢喜欣喜和厌恶取舍的心 因为我们的人现在对人都是恶气相加 要你先对我好了 我才会先对你好 实际上人就是有厌恶之心 我们没有祸父得失 我们修行不能把佛单单的当作偶像来拜 而是我们要用心去触摸 我们的心能够触摸到菩萨的慈悲 触摸到菩萨对人类的这种心态 就是要救度众生 我们要理解菩萨的心 所以我们的心要经常和菩萨用现在话叫接轨 实际上就是佛法家讲的叫心佛如意 你的心和佛如果合在一起了 那么你就是人间的佛了 佛陀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的时候 他有一次去见了这个波斯尼王 这个波斯尼王呢 当时呢就问他佛陀你给我开示一些佛法吧 佛陀就跟他说了世界上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从光明走向黑暗 还有一条是从黑暗走向光明 短见之人是从光明走向黑暗 而贤能的人是从黑暗走向光明 救自己的生命才能救度众生的生命 才能救别人的生命 把自己的心安住在聚静的涅槃之中 不受外界的诱惑 那才是自主的生活 那我们在人间已经过上了 菩萨自由自在的生活 一个人看破了他才能放得下 如果看不破的人他永远放不下 要救度自己就得看破 有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突然之间掉到了水里 他掉到了水里之后 拼命的划呀 两个手两个脚拼命的挣扎 大声的呼救救救我呀 他越挣扎身体越往水底下沉 到了最后他知道已经没有办法了 他的心一横我随他去了 死了也就死了我放下了 浑身不动人瘫在那里 没想到水把他慢慢的浮出来了 得到了众生的救度 这就是告诉你们 我们在学佛当中就是如此 遇到什么事情 越紧张越容易坏事 越看破放下 不执着 我们就越能够成功 无所谓了 看破了 就这么回事了 有什么回事啊 那就是放下 很多人对物竞 做研究 做研究 又研究 开悟 难不难 真的很难 台长 经常告诉大家一句话 什么叫开悟 想明白 想通 永远不烦恼了 那就叫开悟 我们佛教中的放下 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要 我们要什么 要多少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身体再大 但是我们需要的生命 只是一个心脏而已 多余的脂肪 只能会压破人的心脏 多余的财富 只能拖累人的心灵 所以多余的追求和幻想 只会增加一个人生命的负担 希望我们学佛人放下沉重的欲望 和过度的要求 我们要舍弃执着 还自己一片清净的天空 这才是学佛人的心态啊 米兰陀王问禅物的一位法师 叫纳比 纳仙比丘 他问他 眼睛是你的吗 法师说不是 耳朵是你的吗 不是 鼻子是你的吗 不是 那舌头是不是你的 也不是 哦 那只有身体的 不 身体也不是我的 那是五蕴甲合之声啊 那意念是你的吗 意念也不是真正的我 那既然眼耳鼻舌生意都不是你的 我想问问 我想问问你在哪里啊 这个纳仙比丘笑嘻嘻的说 请问王子 窗户是房子吗 不是 门是房子吗 不是 砖瓦是房子吗 不是 那么床椅和房梁梁柱是你吗 是这个房子吗 也不是 也不是 既然 门窗砖瓦 五百年的佛教佛法传承到今天越来越兴旺 让多少人离苦得乐 而一些流行歌曲也就唱个十年八年的 想一想为什么佛法有这么大的魅力 因为他是精髓 因为他唤起人们心中的善良 他指导人们的精神 他改变了你自己 改变了家庭 也改变了社会 念念无常 人生都是在无常当中度过的 我们做人执着就会痛苦 我们起心动念 无不是业 无不是罪 所以我们不修心的话 念头一错 我们果报就到 英国开始变动了 所以我们要行正道 要自查与行 也就是自己要经常观察自己行为 做的对不对 所以人才不会堕落 台长告诉大家 观世音菩萨救度 一个心灵法门的 一个人的一个真实的事情 大家请看 这是成都最近地震 就是亚安地震的时候 我们一位佛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电邮 我给大家稍微念几句 大家都知道 他说 在成都地震的 卢台长你好 在成都地震的前四五天 这位师兄在做功课的时候 一回头看到师父卢台长 法生出现在家中 师父回来回走了两步就不见了 之后师兄梦见了观世音菩萨莫霍 在梦中观世音菩萨拿着一本书 让这位师兄看 书名是《消灾吉祥神众》 然后师兄醒来觉得 这是观世音菩萨 让他自己多多的念 《消灾吉祥神众》 就在地震的前一个晚上 这位师兄是十一点钟休息的 在梦中师兄梦到了观世音菩萨 对他说 你早上起来不要在阳台念经了 到门口去念经 师兄平时都在阳台念经 醒来之后师兄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所以师兄还是按照观世音菩萨讲的 在门口做下念经 就在师兄念到第三遍大悲咒的时候 天上下起了很大的冰雹 那可是在南方啊 下冰雹的时候还出的太阳 然后过了几秒钟 房子就开始晃动了 师兄大声的叫 儿子啊老婆赶快快跑有地震了 就这样一家人第一个冲出了房子 房子倒下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验证 救度众生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做人要学会宽容 我们要懂得宽容 因为它会使你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推奏 所以海纳百川 那就是因为宽容 那是一种境界 不管什么大事情发生了 临头了 我们做人要三思为妙 所以 瞠目在心 能忍为妙啊 学会宽容 等于告别了 出俗俗和卑鄙 等于放弃了自私和偏执 所以一个人 宽容了别人 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宽恶了自己 能够原谅别人的人 这个人是活在天上 天天称恨的人 天天称恨的人 他是活在了地狱 所以台长希望 希望所有的学佛人 能够以宽容之心 对人 以慈爱之心 他要跳到水池里 去翻啊去找啊 找了半天 他没有看见任何的黄金 等到他非常沮丧的 站起来 的时候 他水慢慢的平静了 黄金又显出来了 他一看 明明黄金在水中 他扑通一下 又跳入了池中 拼命的翻啊 把那些泥呀沙呀 全翻那个底朝天 他还是没有找到黄金 等到他第二次 非常沮丧的站起来的时候 他的父亲来了 就跟他讲 孩子你在找什么 他告诉父亲说 父亲 池中有黄金 我亲眼看见了 为什么我就是找不着呢 父亲一看就知道了 是在树上的水中倒影 树上有黄金 这个时候 父亲就告诉他 你看黄金就掉在树上 这个时候 他们果然在树上 就找到了黄金 台长 告诉大家 魂挫的池子 见不到真金啊 纷争的人间啊 见不到自我呀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学博人要放慢脚步 细心观察 要体会我们生活中万物 要懂得静观 要懂得自得 我们当安静的时候 我们会分辨出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当我们鲁莽 愤怒 称恨的时候 我们会 失去自我 失去理智 所以当一个人 失去理智 他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 希望在纷争的世界当中 还自己一块清净之地 让自己的本性能够得到安静 台长告诉大家 我呢 几乎二十六都在广播里呢 给大家看图腾 那么大家都 很多人呢 都看到过台长的法身 那么一位悉尼的听众呢 打电话来说呢 自己念经念得很累了 结果他闭上眼睛呢 就看见观世音菩萨来了 后来呢 变成是台长的法身 就这样 一会儿观世音菩萨 一会儿台长 很长时间 持续了一个小时 他眼睛都看见了 在此时间呢 他就念经 他觉得 他的经文念得特别的快 那么在去年 香港法会的时候 也有一位 被香港的听众打进电话 这位老妈妈呢 很厉害 他在念小房子的时候呢 看见台长就坐在他对面 你们知道 他看见台长的法身 有多少时间吗 持续两个小时 所以我先把前面一段 放给你 后面一段 香港的大概 只有半分钟的时间 都给大家听一下 谢谢大家 喂 你好 师傅 你好 你好 师傅 你知道吗 我昨天看到你一个多小时的法身 哦真的啊 哎呦真的哦 所以今天我打电话 一定能打电话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 我念经念累了 我眼睛闭着 想着想着观世音菩萨 哎呀你出来了 是吧 师傅出来了 然后一块观世音菩萨 一块师傅 哎呦真的小房子念到的 快是快在来身上 我就逼着眼睛念 嗯 一直念 哎呀一块师傅来了 一块观世音菩萨来了 一块师傅来了 一块师傅 你给多少时间一个多小时 哎呦真的哦 一个多小时哦 哎呦 我真的开心 师傅我感恩你哦 真的 不要感恩啊 你自己自己好好努力的 加持总是加持的 因为你们在修行 师傅就会加持 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了 嗯 我听得懂 谢谢 所以 我们要懂得 人经常会忧郁 看不到前途 因为我们的心被乌云遮住了 所以我们要经常朝着阳光 我们就看不到人心中的阴影 一心不乱 用慈悲心就是向着太阳 学博人最起码的要有慈悲心 要懂得怎么爱护众生 而不能看不起众生 而不能有更高我们 所以你看得见乌云 这因为你有烦恼 当你看得见智慧 看得见阳光的时候 你就是拥有了般若的智慧 你就是看见了光明 有一个听众学博的人问台长说 台长八万四千法门 哪个法门最好啊 台长告诉他 法门平等 素途同归 并无高下 学艺门 你用的最习惯 学的最自在 精进 最顺利 能一门深入的 这就是你最好的法门 人要有三平的心态 三平就是要平和 平稳 平衡 一个人的心态 平和 少震动 一个人的心态 平稳 少烦恼 一个人的心态 平衡 那他天天处于快乐 发喜之中 所以人又要有三容心态 对自己 对自己要从容自然 对朋友要懂得宽容 对人间的事要懂得包容 所以学博人在佛法上 这就是讲的 慈悲心 慈悲心 才会拥有三容的心态 多学慈悲 会画出你的宽容 包容和淡定 这就是解决 人生难题的金钥匙 我希望大家都去试一试 不管碰到什么问题 你用三容的心态 你绝对不会有难 人家要跟你打官司了 你宽容他 包容他 跟他说对不起 出了一点事情了 你很淡定 你就会拥有的智慧 所以一个人必须要拥有智慧 台长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说有一位太太问他的丈夫 因为人心各肚皮 都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这位太太跟他说 老公啊 如果我死了 你会怎么样啊 他的先生就说了 如果你死了 我一定发狂发疯 太太非常的开心 接下来又问他 那你会不会再去娶一个太太啊 他的老公就说了 那我还没有疯的这么厉害 怎么没人笑的 为众生而活的人 就是为别人活着 我们做人要懂得 无我的境界 因为我们没有自己了 我们的心中才能装下众生 自私自利的人 心中是装不下众生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 为众生实际上就是为自己 就是发心不同 世界上的一切 实际上都是相对来说的 没有一个事情 那是绝对的 有爱才有恨 有过去才会有未来 阴阳相生 无我的境界 无始无终 所以当我们能够探索到人生 这些真地 佛法的真地之后 我们就是顿悟 断然的开悟 我们能够舍去人间更多的 不应该拥有的东西 所以台长跟你们讲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时候人真的很可怜 我们不可能要求世界上 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样 所有的都具有相同的水准 因为每个人的水准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能因为我们善良的心 不被别人去重视 我们就自己放弃自己 当你不被别人认可的时候 遇到挫折的时候 希望我们学佛人要有韧性 要能忍辱 佛法上讲忍辱才能精进 对那些把美欲当成石头的人 有时候我们要宽容的笑一笑 宽恕了他们 让你自己超越了伤害 得到解脱 所以真正能够解脱的人 还是你们自己 很多人以为自己拥有很多的钱 拥有自己很多的房产 所以很多人以为自己有不动产 可以保子子孙孙都好 台长告诉大家 天灾人祸 地震现在天天摇晃 连你的不动产现在全动起来了 这就是人间的无常啊 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消息 在澳洲黄金海岸 我们在澳大利亚 有个朋友有一个小房子 这个房子呢有120平米 就是在水边上的一个 他平时呢有一个另外有一个房子 但是呢这个房子呢是像他度假一样过来的 那一天呢他要到印度尼西亚去出差 他呢走到自己这个房子里呢去把东西拿好 拿完了之后呢就把他锁锁好 锁锁好之后呢把门一关他就走了 走了之后呢大家没想到澳大利亚 布里斯本黄金海岸大水灾 这个大水灾之后呢把他的房子都冲掉了 等到他出差回来的时候他一看拿个钥匙 找房子都找不到了 因为他的房子飘走了 所以告诉大家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那是无常的 我们所拥有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可靠的 所以希望我们做人要知足常乐 我们学博要提高智慧 知足得到拥有 要想拥有的人就必须要知足 台长跟大家都是讲的白话佛法 我们要懂得学佛就是做人 做人就是学佛 有的人看不起人 那就是没有学好佛 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一个能够懂得量解人家 理解人的人 那就是一个人间的佛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要真正的学佛 就是要真正的用心去体验佛的思维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从来不舍一个众生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人生有三样东西不该挥霍的 哪三样大家知道吗 身体还有你的钱财还有你的感情 现在很多人拼命的在挥霍这三样东西 如果你想挥霍这三样东西 你一定得不上失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拼命的去损害自己的身体 你能够得到没有 佛法讲这就叫消福 这就叫消瘦 实际上用现在话讲就是消人生 人有三样东西那是无法隐瞒的 瞒不过别人的 那就是咳嗽 谎言和爱 爱在心中但是它会流露出来 咳嗽在喉咙里那你憋不住的 谎言在嘴里不是让你随随便便就讲的 所以你想要隐瞒在佛法讲起来 就是害人害己害你的会命 所以我们要制止妄语 我们经常说舌头是祸福之门 一个多门的房子会容易催进很多的风沙呀 所以守住自己的嘴巴 学佛人要懂得有事不怕事 无事不找事 所以这么多的法师就是你们的好榜样 你们去问他们 他们笑一笑 不多讲话 最后给你们四个字 阿弥陀佛 有一个苏生和他的未婚妻啊 已经选择了某年某日某月要结婚了 已经要结婚了 那么大福就是大婚来临的时候 他的未婚妻啊突然之间变新了 退婚而且要转嫁 当时这个苏生啊气得又难过又生气 一病不起啊 无能威力奄奄一息 这时候有一位僧人路过 这位僧人走进他的房子 问了他的情况 点化了他 这位僧人拿出一面镜子 走到了他的床前 给他看 这个时候镜子里就显化出 一条茫茫的大海边上 有一个全身乳落的一个女子 躺在沙滩上 这是一个尸体 第一位男士走过去了 眼看了一看就过去了 摇摇头 第二个男的走过去 看见他 他就给他把自己衣服脱下来 盖上了这个尸体上 再过一段时间 来了一个男子 走过他的身边 挖了一个坑 把他掩埋了 看到这里 这个僧人就告诉他 这位苏生小弟 你不要难过 你就是这个给他盖衣服的这个男的 因为你的前世给他盖了衣服了 所以这位女的精誓就是来还你这段情的 所以真正的他要嫁的人 是一个帮他掩埋尸体挖坑的那个人 所以这个小书童知道了之后 他就明白了道理 恍然大悟啊 僧人说 欲知前世因啊 今生受者是 所以我们要懂得 人跟人要和睦相处 要珍惜因缘 今生你与他的相恋 实际上就是还一个情 很多夫妻之间天天在吵在闹 实际上就是在还你们的情债 希望你们化解情债 化解情缘 用佛法来改变你们的人生 经常吵架的人经常念心经 经常念解节奏 经常心胸宽大一点 想一想别人的痛苦 你经常能够理解别人 那你就是一个圣人 能够站在对方的位置上去理解别人的 那你就是一个人间的圣人 现代的人心胸狭隘啊 古人云擦肩而过五百年 现在的人在公共汽车上踩他一下脚 都要讲好几句话 台长告诉你们呢 有一对男女在公共汽车上就是碰了一下 那个女的就出口就跟他说 你有病啊 那个男的就冲着他说 你有药吗 整个公共汽车上人全部笑了 他觉得很没面子 那个女的又说 你有神经病啊 那个男的说 你能治吗 一场哄笑 实际上 人要有修养啊 人要知足啊 大家要懂得做人真的很不容易 多理解别人 那才是学佛之人啊 台长经常呢 给大家呢看图腾 今天呢 我也会给大家当场解答很多的图腾 台长在广播里给大家看图腾呢 有一次呢 台长看出这个听众啊 脖子不好 肠胃不好 腰不好 小便不好 然后呢 台长提醒他 不要想不开 否则会有忧郁症 他真的患有忧郁症 好 那么台长就给大家听一下 谢谢 喂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于九八五年直流的 你的脖子这里啊 有问题啊 对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对对对 一个是脖子 第二个问题 是你现在的肠胃也不好 肠胃对对对对 肠胃也不好对 还有你的腰也受影响 对对 现在腰也痛了 开始也对 还有啊 你自己要注意 你的泌尿系统不好 小便 小便对对对 小便 还有就是要当心 经常啊 这个人啊 有时候会想不通啊 对对 我有忧郁症嘛 那个有点焦虑症 很害怕很害怕 虽然害怕 但是还不严重 因为你基本上 到了白天会好 晚上会害怕 对对对 你自己要当心啊 你妇科很不好啊 长子宫肌瘤 哎呀 这业台长太厉害了 就是 不错 台长对很厉害 我看得见了 长得慢大的 要当心 好吗 好的好的 谢谢台长 谢谢 台长告诉大家 做人要懂得三要素 首先要团结能人 共同做事情 第二要团结好人 做实事 第三要团结坏人 少坏事 团结在佛法上讲 就叫理解 就叫体谅 就叫和谐 所以我们把这些和谐 体谅理解 升华为慈悲 就是人成 积佛成 现代的人 天天生气 嗔恨 压力太大 根据地球引力 人生样样都会往下 唯有一样东西是往上 那就是血压天天往上 所以台长说万般皆往下呀 唯有血压上啊 上了年纪了 什么都要管 什么都要做 什么都放不下 所以台长劝你们 什么都要放下 上了年纪了 摔一跤 爬不起来了 骨枝 苏松震 坐着时间长了 打瞌睡 躺在床上 又睡不着 想起什么 又记不起来了 知识退化 器官老化 思想僵化 最后等着火化 好好地学佛修心啊 好好地懂得 学佛才能改变它呀 我们一定要放开啊 儿孙自由 儿孙福呀 我们已经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太多 我们的晚年 希望能够学佛清静 让我们能够以后有个更好的归处 所以我劝全世界的佛友们 希望你们放下执着 看淡人生 影响自己的后代 让我们共同奔向西方极乐世界 拥有四圣道 如果你现在还拥有这么一点幸福 家庭还好 孩子还好的话 你一定要懂得珍惜啊 今生相爱的人 是经历了千百劫才相遇啊 所以都是缘分啊 自教的佛友曾经在前世 是我们无数次的共患难 那才有良好的佛缘啊 良好的人脉关系 是你生生世世 结下的善缘啊 钱财名利是轮回道路上 即散即佛的福报啊 所以幸福的人生 要拥有美好的因缘 所以悲惨的遭遇 那是轮回中无法逃避的恶果 希望我们懂得还债 我们要去除虐障 好好地懂得积福积德积善 用这个人间的福报换来我们人天的功德 这样才能到天上去 台长教了你们这么好的一个方法 让大家在这么短的时间 人人受益各个改变 你们告诉大家这是什么 讲了想一点 没错 小房子 重新讲一遍 谢谢大家 人要懂得改善逆缘 增值善缘 培值善缘 就是像种棵树一样的 每天把善良的缘分天天的都种着 你们今天所有的伯友在一起看见了 就是你们前世的亲人一样 你们看见他们 你好你好 大家天天在一起 我们都有人供养你们的饭菜 都有供养你们的水 天天有人给你们做功德安排 你们要感恩啊 一个人多有一点感恩心 就多生一分慈悲心啊 天天在一起看得开开心心 这就是缘分 如果有一天 几百年之后 台长希望所有的人跟着台长在天上 如果这么在一起的话 那就是我们真正的善缘 真正的佛缘 台长希望你们跟我一起上去 台长希望你们好好地摆脱 人间的烦恼 人间的逆缘 获得真正的解脱 好不好 好 很开心啊 真的 台长实际上跟很多的法师 我都看得出来 我们前世的缘分也是很深的 实际上台长也是做过好几世的法师 所以希望大家要尊重法师 法师们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 所以我们更要舍得下放得下 虽然我们在家居士在家修行 但是我们在家里也要像出家一样的精进努力 谢谢大家 台长告诉大家 当年的孔老夫子带着重弟子周游列国 多辛苦啊 你们知道是马车呀 老夫子带了三百个弟子 走啊走啊 那种骷髅啊 而且呢就是那种 这种那个农居奉勉是没有的 就是那种马车了 那么他们到了很多地方 已经有七天没有吃过一颗米了 这些弟子真的很可怜 当时为了弘扬中国的文化 孔老夫子啊 这个过去的 所以呢有一个弟子叫盐回 他呢看看老夫子 还有这么多人 弟子都没有米吃 他非常的心疼 他就到了一个村庄呢 去为人家借了一点米 然后他就煮了 老夫子当时呢 眼睛呢看见他在煮饭 看见他在煮饭之后呢 老夫子就一看 诶 煮完了饭之后呢 这个盐回啊 他就手啊 就抓着米饭往嘴巴里吃 老夫子一看 摇头 这些弟子啊 应该先拜祖宗啊 怎么可以自己先抓着饭就吃呢 老夫子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 但是假装呢 眼睛闭着看不见 盐回呢 自己吃了之后呢 抓了一点点边上的饭 给老夫子送过去 孔老夫子就跟他说了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 我们的祖宗说了 应该有米饭先供养祖宗 不应该自己吃 那个盐回马上说 老夫子是这样的 我本来把米饭煮好 是想给主上先贡拜祭拜的 但是没想到一阵狂风 又灰沙 全部把米饭弄脏了 所以我就自己先吃了 这里边上一点是干净的 我随意给老师吃 孔老夫子当时就探阅啊 他说什么 所信者目也 就是你所相信的是你的眼睛啊 对不对啊 而且由不可信 也就是你的眼睛 都不一定是你看到真实的事情啊 对不对 所持者心也啊 人的心就是这样 而心也不足持啊 也就是说你的心也不一定是靠得住的 所以告诉大家 我们相信佛法 有时候你的眼睛看到的都不是真实的 你的心中想的什么也不一定是真实的 而我们真正的学博人 应该精进就能找到这条路 第二个 我们就要听听我们的佛陀当年涅槃的时候 众弟子问他 我们佛陀你走了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样 以戒为本 那就是学佛的根本 希望全世界所有学习心灵法门的弟子 你们一定要以戒为本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一定要懂得在人间生命和死亡 实际上存在的消失 因为没有生也没有死 所以我们因为在生命和死亡当中 就犹如上了一个台阶 高和下 在人间当中 我们在三维空间的 你认为有生有死 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概念 是你以为生和死的概念 所以这些是不可靠的 这就是你眼睛所看见的 我今天很开心的 实际上也不一定是真的开心事情 因为你很快就会带来了悲伤 所以波浪并不是永远是汹涌澎湃的 希望大家了解人生的境遇 那是大海 大海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多 而汹涌澎湃的时间少 希望大家要明白 我们真实的实体是平稳的 人的心是不贪不求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 让风浪过去 让痛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过去 还我一个清净慈悲的良心 最后台长跟大家讲 世界上的一切 让人这么的忧心 又让人这么的喜欢 人间之情犹如一张网 你天天追逐着名利 你就被这张名利的网可沾住了 你天天追逐钱财 你为一张钱的网遮住 你最天天的追逐的感情爱情 你就会被一张无情的情网所锁住 所以张学有一首歌叫情网 人在情中不自然 不自觉 所以希望我们要懂得 让我们欢喜 让我们忧愁的 那是我们自己的人间的一些暂时的情缘 兄弟父母亲和姐妹们 我们只有因缘 必定相遇 必有定业的感召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是业缘 所以我们更应该利用今生今世的这个缘分 来完成佛的善缘 佛缘 我们在心中要铸成一堵墙 来阻挡对我们人间的六成 我们所有的贪嗔痴慢疑 都要用佛的这堵墙 把它挡在身心之外 我们要把楚沙藏住在心 每一天有佛住在心中 魔就没有 每一天没有佛在心中 可能你就有魔住在心中 佛和魔 有如一个钟一样 走的快一点的 这就也是魔 走的慢的也是魔 只有走的准的这个钟 那才是佛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学正法 好好做人学好人 天天做好事 那就是好人好事天天做菩萨 那么我们就是学佛人 在人间天天有佛的意念 有佛的思维 有佛的语言 有佛的行为 那么我们在人间 已经是拥有了佛的智慧 当我们百年之后 我们一定就会到佛的世界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跟着台长共攀四圣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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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喜充满 我们这里现在就是人间的天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